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输掉比赛后 积三分排名第三位 卫山现代队 积四分高居榜首 FC东京队 同样积四分 以竞胜球烈士 排名第二位 珀斯光荣队 积零分排名垫底 崔康熙队首发阵容 进行大幅度融化 冯潇亭 于汉超等军坐在了替补席上 有5名U21小将 作为主力登场 比赛第19分钟 惊人城传球 迎比加兰突入禁区后 射门被扑出 如尼奥尔补射被赌 迎比加兰禁区 再次补射得手 申花0.1落后 第41分钟 又是迎比加兰 禁区线附近 都射破门 再下一场 申花0.2落后 下半场比赛继续进行 第63分钟 申田号处罚任意球 申花旧将荆基西投球后 顶破门得分 申花0.3 第89分钟 朱建荣禁区内 投球颁回1分 申花队1.3 全场比赛结束 申花队大比分 输掉了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攻破 申花球门的两位球员 均为中超旧将 其中京基西 曾于2016年至2018年 效力于上海申花队 河县申花队内 很多球员都非常熟悉 比如门将李帅 用一记投球攻破 老东架大门后 京基西非常开心 疯狂庆祝 乐开了花 每开二度的迎比加兰 曾效力于沿边富德俱乐部 本场比赛 他在22分钟时间内 独中两人 为卫山现代队的大胜 打下了基础 由于卫山 现代队实力强劲 崔康熙已经提前放弃了比赛 首发阵容中 一口气上了5位 U21球员 分别为刘若凡 温姓小将 朱月 周俊晨和蒋胜龙 不过比赛的困难程度 还是令崔康熙感到意外 当对手 连进三球后 崔康熙一脸猛逼 很不开心 下半场开始后 于汉超 冯潇婷 朱建荣等主力球员陆续登场 不过效果并不显著 面对强大的卫山现代队 于汉超累得直喘气 仍然难以找到破门良机 好在最后时刻朱建荣打入挽回面子的一球 生花队才不至于输得太惨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